大家這票投降區不是只支持馬鈴鐺 不是只支持國民 是支持台灣的為了 如果我們在美國的游泳動力不能解決 他當然不會想跟我們恢復其他的協商 尤其是人家會覺得台灣不但是不可信賴 國家的信息的信用 更重要的是你們為什麼在這些議題上 會有這樣子沒有那麼有理性的感覺 好 他說 民進黨不能讓外界覺得是那麼不理性 現在綠黨美牛不惜流血 這時序在告訴大家不許要流血 這是民進黨 院會剩下五天 藍說只要一個案子過就沒有關係 為什麼一個案子過都沒有關係 擔心什麼 只要過一個案子就好了 民進黨說不許要流血到底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如果這個案子也過會不會像當年一樣 這是在2010年的7月8號 當時EFA也是這樣子 大打一架 現在的EFA是什麼 幾乎是空的呢 有多少人因為產業空洞化就受害呢 來看一下當時整個幾乎上演全武行的場面 提出要求依照第8條 之前行使法第8條這個規定禁服二毒 那並請王院長召集朝委學商 請問委員會是否同意 一聽到立法院長王金平喊出禁服二毒是否同意 民進黨南立委顧不了別的全都往主席台衝 國民黨立委蔡正元謝國良護駕伸出無影手 把綠營立委往外推 民進黨立委密集攻勢 好幾個想爬上主席台 一陣混亂摔了下來 民進黨立委郭榮忠沒摔下來 很好在主席台跟國民黨立委拉扯僵持不下 突然天外飛來垃圾桶 就連議事人員使用的計時器 也被民進黨立委黃偉哲拿來丟 這一丟可不得了 共黨立委吳玉聲 右眼被K到當場謀險 那本案就通過 本案就 混亂中 王金平宣讀ECFA禁服二毒 藍綠爆發全五行 血見立法院 三立新聞 謝利文 黃啟敲 你有沒有到 我請教的是其邁 為什麼國民黨現在說 只要過一個案子就好了 無所謂 為什麼 國民黨現在最關鍵的就是美牛案 所以他認為說美牛案假如一過的話 大概他這個會其實就結束了 所以他真的是最在意的是美牛案 油電雙掌因為他行政權操支在他的手上 今天已經開始起了 那已經開始起了 不然你是要怎樣我就跟你起了 所以他其實最重要 他最關鍵是這個案 但是我覺得坦白講 剛剛那個報紙 小軍念了報紙標題說 綠不息流血抗爭 其實美牛 正所稅 油電雙掌 這個都沒有藍綠差別 這個都是民生議題 這個美牛是國民健康的問題 油電雙掌 是這個整個 我們台灣社會大家 一般所有的民眾幾乎都 都感受到的那麼重要的一個問題 正所稅是這個菜籃組 股票組所碰到的這些問題 這有什麼藍綠 民進黨去那裡 也不是為了民進黨的政治力 這不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很誠懇的希望說 國民黨的立委 真的能夠站出來 不管是捍衛國民健康 或者是站在民意這一邊 捍衛民眾的一個利益 過去坦白講 在長期這種戒嚴事情 威權時代到現在 老農派當時在爭取老農今天 如果他們投棄權呢 你們還是要罷免對不對 我坦白講 就在整個投票的過程 當然能夠跟民進黨投一樣 站在人民這一邊 但是他其實假如投棄權 坦白講 我們也應該是給予肯定 那你就注定你們就是輸啦 是啊 但是既就他沒有投國民黨嘛 但是我是希望說 當然如果站在民進黨 站在民意這邊 人民會給他掌聲 就像國動大哥講的一樣 過去在老農津貼 照顧老農的權利的時候 國民黨還有老農派立委 但現在沒有啊 馬總統 這個擔任總統以來 他有什麼國民黨裡面 幾乎所有的國民黨的最後 都跟馬英九綁在一起嘛 但是我坦白講 時代代變啦 國民黨的立委跟馬英九綁在一起 不見得對於他們未來 包括他的四年後的立委選舉 或者是說在整個選區 大家說我很多國民黨的立委層 都跟他說啊 他有嚇到要臭炸他啊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沒關係啊 反正三四年之後嗎 他的組織動員 他還是可以贏啊 無所謂啊 這個不要小看民眾啦 你不要以為這一票投了 四年後民眾才教訓你啦 你反正投入民眾就要發動罷免啦 我也證明說 其實對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你跟他道德勸說也沒有用 誰投美牛是贊成馬英九的立場 贊成美牛開放 我們就罷免他 所以這個我們的態度也要非常清楚啦 第二個行政院 假如執意的 把他的法案送到立法案 執意的蠻幹 我覺得就是要倒閣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分階段來看啦 第一階段 假如沒有站在民眾這邊 這些立委投下這個贊成 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 那我們就發動罷免 一年後 這些立委我們就把他罷免掉 是 罷免完立法案 所以換句話說你們的策略 也應該是全台灣拼的幹嘛 那罷免立法案之後 第二階段就是罷免內閣 你如果陳昌立法案 第二次罷免 我們民進黨的立委 撥算之後 改選之後超過一半 我們就罷免 行政議長嘛 行政議長 如果說我們撥算的立委超過三分之 當然後來就罷免總統 我也很暫時跟孫子昌在說的 我們這個 當然這個制度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回頭講說 那為什麼 過去不這樣 為什麼不叫做總統會變這樣 所以還是回歸到說是領導者的一個問題嘛 民主國家選總統 做的決定 當然是困難的決定啊 那不是這樣 所以總統就是要幫民眾做決策嘛 你叫你撐一下 不要說什麼天威難測啦 不要說世事難測天威難測 總統就像無頭蒼蠅啦 他在做什麼 沒人知道說他在做什麼 那所以我們禮拜二的場景就像FR一樣 衝突怕了 就是這樣 就是要過關 所以即將是這樣子是不是 我相信民進黨會騎你 就流血抗爭嘛 打一架之後就是這樣子 就過關嘛 然後表示遺憾嘛 民進黨會騎你人民的立場 我只要跟大家報告的重點是說 這個不是藍綠的問題嘛 為什麼 民進黨站在人民這一邊 國民黨就要反對民意 這是大家搞不懂的地方啊 所以 站在民進黨作為一個反對黨 監督政府的一個立場 我們大概是以最大的強度來抗爭嘛 抗爭不成 沒關係 我們第二級別我們就是開始 法黨法院立委嘛 讓這些國民黨的立委同仁 大家感受到壓力嘛 其實給你們這麼多壓力說真的 但是現在沒辦法啊 人民的力量就寄託於你 不然要怎麼辦 拿著四十的都是不鳥民意啊 所以才認為這個時候的最大在野黨 到底能夠怎麼做非常非常重要 來 齊昌 禮拜二的結果說真的啦 馬英九講得對 事事難料啦 會怎麼樣不知道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剛剛數學問題我想大家很清楚啦 反對瘦肉精捍衛國人健康的 在野黨總共四十六個 到底禮拜二 如果今天民進黨 類似像過去一樣 贊主席台的方式沒有效 那最後就要看大家剛剛提的 過去長期在各大電視媒體 或者在所有平面媒體 在那邊捍衛國人健康的 這些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到底星期二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這一道數學題目不難解啦 第一個民進黨的立場 捍衛國人健康 所以我們在少數人的情況底下 我們會如果國民黨強行表決 我們會希望用意識的干擾的方式 讓他不會表決通過 因為我們深深覺得 到今天為止我們都還在期待 剛剛其邁講的 我們接下來這些要表決的東西 都是民生議題 他不是一個政黨的對決 他是民生的議題嘛 今天所有政策 你國民黨民進黨什麼黨你就吃得到啦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今天是捍衛國人健康 跟期待和人民吃所有政策 這兩個意見的表達 不是民進黨還是說 不是在野黨跟政黨在那裡表決 那民進黨的立場很清楚 臺民黨立場很清楚 親民黨立場很清楚 我們都會站在 捍衛人民健康的這一邊 那剩下的國民黨在離... 剩下的國民黨的部分委員 到底是要聽董事 堅持要跟人民對決 要跟人民對立 還是說願意站在捍衛人民健康這一邊 所以我剛剛提到 剛剛其邁也很認真在講述到這些東西 我要講 其實真的小君 不是民進黨要罷免誰 是人民要罷免誰 說得難聽 如果今天民進黨的人 如果有人做出違背民意的事情 也有可能會被民意罷免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 今天過去在這個台上 或者在媒體 說得嘴角全部 捍衛國人健康 講到這樣頭頭是到的人 禮拜二就是一個決戰點 如果禮拜二的表決裡面 你投出了這個贊成票 我覺得你比那個 你比那個長期以來 支持瘦肉精要進入台灣的人 還會害人 最沒有那個人 所以要害人 他就直接說 我就要害你 現在這些人是 講的時候講得好 對人民多好 要捍衛人民健康 如果去投反對一邊 我認為這個 其實他的 他的問題會比那個更嚴重 來 郭東大哥 現在三十六點很久了 我是比較沒期待聽民進黨在喊話 好像不像金門政策 親愛的中共同志 放下武器吧 三民主義要來解救你們 這種話都沒辦法 三十六點很久就要拒絕了 民進黨有什麼保守 我只要很期待 民進黨的新的黨主席 蘇貞聰 可以很慎重地開記者會 不是國際的記者會都可以 說這前十六點 不是要為台灣爹生 為了健康 絕對要過一條會 你會讓全世界知道這個日常嘛 像我看英文 政主席那種 台東非什麼政治性人物 那種公會電情政治性人物 說得很溫和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已經很長時間的解釋 不是跟他們一樣 這麼說國民黨這樣 他們就要或是一樣 會再回去那邊嘛 這是國民黨的本質 沒辦法改的嘛 我們把法國有什麼路由 你有什麼政治理由 可以讓他們這些人 沒辦法讓他們 你敢不可以保證說 羅書臉 你把投法立票 我民進黨後一次 不問區地名 拜你投一名 你說什麼 你沒有政治條件 跟人家協商 政治就是一種妥學協商嘛 你把法國這樣人 不擔心不聽 你要怎麼做法 我已經建議了明天 你主席出來 強烈的記者會 學佩士知道 為人民的健康在打招 不怕什麼叫人家協力 要怎麼拚都可以 因為你站在人民這邊 你在怕什麼 整天只要去叫人家協力 也不用怕 站在人民 人民會看 到底你做多少 你讓人民付出多少 你的支持 你的政黨 支持你的立法委員 你現在跟他說 你南區 冷區房 我要幫你辦 那還很長時間 國民黨的立委是 看短地 他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10個叫 馬英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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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民軍政黨 給所有人看過 臺市站在那裡 把所有的 不要叫一個用這一盆 他會跟你交換問題 因為我有問題給你 民政黨有什麼問題給你 民政黨有什麼問題給你 所以只有發言過沒路由 台下強公共放 當然我們古早就講 山踏要來 風萬路 風整的路都射起來了 這兩到三十六點很久 覺得藍波在漏火 我們看到沒有什麼動作 集中有說 後禮拜要拚出來 也覺得沒有什麼動情 如果這樣下去 國民黨那些委員大就越來越大 他們會過 他們會把心蕾不絕 一趕快閃做的國界去了 你要怎樣 來 春起 剛剛那個國東說 只剩三十六個鐘頭 我現在要提幾個方案 看看是不是可行 像羅淑雷這樣一個立委已經非常難得了 我想其實頭氣全跳 搞不好連剛剛齊麥講說 反對黨都勉強可以接受 但我認為其實 就一個歷史定位來講 羅淑雷你要歷史定位 你就進去反對黨議 那不得了你就看這個黨怎麼處置你 我相信羅淑雷是有理想的人 當然他壓力很大 好 不要講理想好了 那就談現實的政治利益 我是覺得說 他們 是不是在乎下一次立委選舉 現在網路非常發達 我真是希望說羅淑雷那個選區的老百姓 人民 立即發起網路連署 如果今天網路連署夠多 你根本不要靠馬恩九 不要看那個黨 你自己都能夠當選 我想那個選區之外 我真的有點無能 因為我不會玩這些什麼Facebook這些玩意兒 真是希望年輕朋友 大家互捧一半 明天36小時足夠的時間 充分的民意表達 說羅淑雷我們支持你 你跟馬恩九對著幹 你反而是站在人民這邊 就算你被宰了 人民還是將來會支持你 我認為這個最現實 我們與其道德勸說 或者是寄望這些政治 不如寄望我們自己 第二個剛剛提到蘇貞昌 我就會講說為了老百姓健康 這也是虛的 今天如果蘇貞昌明天講什麼東西 因為馬恩九現在講 民進黨講什麼東西 你們講一頭 你們做得不是 等到你執政的時候你怎麼樣 你還不是跟我馬恩九一樣 所以民進黨如果明天能夠講說 美牛這個事件 我們執政的話 還是反對到底 我們今天不是只是說反對黨 朗朗欸 結果有一天我們執政 我們換了屁股換了腦袋 老百姓已經被民進黨騙過一次了 如果明天蘇貞昌講出這種事情 那還得了 那所動員的力量 那個震撼力 我給你保證 要不然你明天打一架 還是輸了嘛 當然道德上好像可以交代 老百姓已經這一套已經看多了 如果你們明天做那樣的宣誓 輸了 那累積的政治能量有多大 當然這也是道德勸說 我還是希望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這些領導人要做這種很難嘛 你們不敢從來不敢得罪美國 我給你們做政治分析 如果你們明天做這樣的宣誓 我給你保證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一定非常認可說 民進黨變了 我們要爭取的是大陸老百姓的民心 這才台灣長治久安的 說我呼籲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們也是發動各種各樣的連署 打電話給你們的黨 給你們的支持者說 明天跟他搶到對 我們對社會選擇 對國際選擇 中共和民進黨接近 照常美國有沒買的給你來 韓瀏洛津這個背景的健康 最為悲 你這個日常站好條 我告訴你 保證 你要在炸彈這個堅囊 全台灣大家都在討論 累積的能量 禮拜二我給你保證 國民黨過不了 看起來大家覺得 這個對於民進黨的操盤 都覺得說應該有保證 這是有籌碼的 可是重點是 民進黨到底要怎麼去應付 等一下各位繼續補充 但是我先開放口言 不好意思 讓觀眾朋友久等了